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保护家人隐私,不仅不曾带助妻小公开同台,更鲜少对外谈论,妻子潘琼奇除了2014年现身姚的造势活动被媒体捕捉身影,两人的21岁独子更从未曝光。 姚文志今天被问到太太是否之后会站台或扫街,她说,目前妻子仍按照既有生活步调,但又若有四五霾下伏笔,选举到最后不敢讲啦,强调夫妻俩始终互相尊重彼此工作。 姚文志今天上午协同党籍议员张茂南、洪建议、许舒华及许家贝,前往南京公寓市场拜票,姚会前接受媒体联访之际,出现一个意外插曲,有为民众口气急躁,大声问姚,若就任市长,是否可以在当地单边道路划红线,以免遭霸占,该民众称自己争取很久。 有,现任市长,当地理长都无法解决,都不给话,你当市长呢?你先告诉我能不能解决,能解决我就选你,不能解决就算了。 面对突如其来之举,姚略显错愕说,若地方上有需要,我们就解决。 有记者问,夫人会不会出来站台扫街?姚文志先说,不要讲什么夫人,没有什么夫人, 我太太就是我太太,她说,妻子有她的专业,自己从事政治工作也是专业,彼此互相尊重了解,到目前为止,还是按照她的生活步调,我完全尊重她。 记者追问,那她会再加入你的步调吗?姚说,选举到最后不敢讲啦,总之大家彼此尊重。